嗨小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来到玩具欢乐秀 我是月月姐姐 那今天呢月月姐姐要告诉大家一个大秘密 什么呢月月姐姐呢准备给自己建一个大的宫殿 所以呢月月姐姐要从今天呢来弄一个工程队 那我们可以看到我的前面呢就这样的一个工程队啦 那里面都有谁呢 我们来看一下呢都有很多的车有挖掘机啊 还有一些卸沙子的呀 还有水泥搅拌的呀 还有香车等等的这些车 那接下来呢月月姐姐就跟大家一起来介绍一下 一起来玩一下吧 GoGoGo 哎现在呢我们把它打开了 那这里面 有六个车 那我们看一看能不能直接把它们给拿出来呢 哎可以 唉这个呢是我们的箱车 那在这个后面呢我们可以放上很多很多的东西 它呢有一个很大的储备的空间 诶 我们把车门打开 可以看到呢里面有非常大的位置 诶 装上东西把车门关好 sticks 诶 诶 诶 那我们可以看到呢 这个车上面有一个这样圆圆的一个罐子 那我们在这里面呢 放上沙子 放上水 在这里面搅拌啊 滚啊 它就可以做成我们的水泥了 然后就可以盖我们的大楼 哎那接下来呢 我们也把这个车 放到我们的前面来 接下来还有什么呢 哇 油罐车 哎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油罐车的这旁边呢 有一个三角形中间有一个碳号的标志 那这个标志呢 就是危险要中意的意思啦 那油呢 当然它是浴火就会燃烧啦 那所以呢 我们在油罐车旁边呢 是一定不能 比如说使用打火机啊 这一类有易燃的东西的 那接下来呢 我们把我们的小油罐车 停到这边 接下来 我们的下一排是什么呢 当当 哎 小朋友们对这个会不会很熟悉呢 这个就是我们的吊车啦 那这上面呢 可以吊起很重很重的东西 就比如说我们的钢筋啊 水泥啊 还有一些非常重的石板啊之类的 那这在我们的工程里面呢 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类车哦 哎 那接下来呢 我们把它摆到第二行 哎 再来看 我们的这个车 这个车 相信小朋友们一定 非常非常的熟悉 那在我们的之前的节目中呢 我们也有玩过这样的一个车 那这个车呢 就是我们的挖掘机 那它可以挖一些沙子啊 挖一些什么物品的 那看 嘿 哎 它可以把它 嗯 转移到其他的地方 还有我们一辆红红的挖土机 哎 跟我们的吊车 放到旁边 还有我们今天的最后一辆车啦 是什么呢 当当 哎 是一个我们拉沙子 卸沙子的这么一个车 我们可以看到 它后面呢 有一个很大的空间 可以用来装我们的沙子 那这里面呢 就是我们的沙子啦 它只要这样一打开 沙子 呼 就全都被卸到地上了 哎 把它合上呢 就又可以装很多很多的沙子 然后把它运到我们需要用沙子的地方 哇 这些工具是不是超级厉害呢 那今天呢 我们一共介绍了六种工程车 现在呢 都在月姐姐的右侧啦 那接下来呢 他们要去工作啦 首先呢 我们要出厂的呢 是我们的拉沙子的车 嘿 哎 哎 那接下来是什么呢 我们的油罐车 现在已经装满了油 准备出发啦 嘿 看来油有一点重 哎 那接下来呢 是我们的什么呢 哎 挖土车 他也要去工作啦 哎 祝你一路顺风哦 哦 也走了 那接下来 是我们的搅拌水泥的车 他也要去工作啦 哇 然后是我们的小吊车 来 红色的小吊车 上路咯 哎 接下来是我们最后的一辆 拉满了满满东西的箱车 箱车也要出发啦 哇 小朋友们 你们喜欢的妈妈 嗯 嗯 嗯